接下來我們要畫出 這個可以 那其實當然你也可以標 這邊有標柱 你可以去標那個尺寸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講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希望畫出來 就類似像這樣子 外面這個圓是有畫出來了 可是裡面這邊還有很多的弧對不對 那實際上弧 這個弧部分呢其實也是什麼呢 也是那個圓的一半 所以是半圓 這個這個 OK OK 實際上這邊 裡面的話也是 一個圓了只是一個半圓那這邊總共幾等份 6等份嘛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那個距離應該是多少 70 除以6嘛對不對 除以6 那出不進 所以這個尺寸的話在K的裡面如果你要畫 畫線 那我們可以講當輔助比如說你可以先畫一條線 然後呢在這個地方這條線有個終點 這個終點不就是這個圓的什麼 圓心嘛就是中 中心點 那你不就可以畫第二個圓 然後你可以再畫一條線 這條線的話就多少 70除以多少 70除以3嘛 對不是這一條線 然後再來什麼 70除以多少 一半嘛 就35嘛對不對 然後再一直往 再畫出來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假設我要把其他圓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做輔助圓 那我們怎麼畫呢 接下來就是 在這邊我畫線 我點一下線 反正畫什麼都可以上面都有嘛 畫線對不對 然後從哪一點呢 從這一點 那這一點特別重要 這實際上有一個點 我剛剛不是有講鎖點對不對 鎖點就是我現在 我應該是從這邊的這一點 要剛好是這樣 這邊有一個叫四分點 可是現在四分點有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你會亂點 你亂點也可以 有人就是 沒有點然後就亂點 亂點看起來看不出來 可是你